世界上最不乎正业的机场 明明是机场 却活生生做成了网红打卡景点 当你乘机落地时 总会以为飞机停在了豪华酒店的大堂 从1992年至2020年间 它连续28年被评选为世界最佳机场 这就是浩聚资85亿建造的新加坡张仪机场 它为当地提供了5万多个工作岗位 目前共有100多家航空公司 飞往全球400多个城市地区的航线 它是一个急吃喝完乐够的超级商场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五星级机场 室内拥有眼花缭乱的奇特景致 全球各地的风味美食 从运动场到露天泳池 从影院到热带雨林 各类变明设施应有尽有 从雨之灵到云彩之曲 从蜻蜓花园到土生华人历史展望 各种文化特色一应尽全 以至于经过这里的乘客 都会提前一两天抵达 一览张仪机场好风光 晚上还有灯光秀表演 让你看着看着就错过航班 没事时可以参与抽奖 每年都会向旅客送出500万现金 张仪机场最大的标志和亮点 要数耗资17亿打造的 40米魔幻森林瀑布 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室内瀑布 这画面简直就像 阿凡达的电影原画一样 看着风景美如画 本想迎试赠天下 奈何自己没文化 只能卧槽水好大 张仪机场T4航站楼 更是全球第一座全自动航站楼 这里拥有极具特色的 自助直击系统 旅客通过手指悬停在屏幕上方 无接触完成自助办理成绩手续 自助出入镜系统 T4航站楼过境区域的土生华人历史展廊 展出土生华人的物质文化 以及它对新加坡现代设计的影响 2018年起 张仪机场实行明镜机场计划 取消所有呼叫乘客登机广播服务 世界那么大 你想去看看吗